而且麻痺陷阱他抗性會越來越高 反而Twitch會比較 比較OK YouTube那邊就沒那麼好了 喔好啊 16加4雙36 最瞬眼 嗯 P 麻痺陷阱 真是 他中麻痺然後我被甩開了 啊 стр 有本事過來 對對對對對 一千二 一千二 金火龍尾巴超硬的 一直瘋狂麻痺耶 哇 累積值都已經達到五千以上了 累積值都五千以上了 他竟然還沒有斷 我沒帶 我這場沒有差 放 好 還沒 六千了 哇 七千多 七千多 有些人一場還打不到 打不到這麼大的傷害呢 這下我要打他打他的頭 哦 生氣了生氣了生氣了 呼 我覺得超逗趣的耶 來 啥 啥 啊 沒有中 騎乘 等我一下喔 上傳Youtube 可動人偶光網 就是你之前提到那個嗎? 又翅膀 等下就離開這邊 這邊真一直下來我這邊不太行 要出一組切掉龍尾巴的可動人偶族 你是說那個魔獵人嗎? 哈哈 太應景了吧 要出那個可以拆卸的可動玩偶 真應景阿 哈哈哈哈 有影片啊 等一下我看看 OK 47% 角色加一隻喔 前半段16加16 後半段是16加36 所以可以比較 OK 反正現在我是用16加36 以Twitch來看的話 真的有比較清楚一點 我先動一下動一下 動一下 再一場金火 我 沒有好像 我看一下哪一個比較順 哪一個比較順暢 我好像 好像今天比較沒那麼 沒那麼清晰 Youtuber那邊也是 雖然聊天室還是看得到 不算 他本身的問題阿 Youtuber跟Twitch最近都在壓縮 一直瘋狂壓縮 一直瘋狂壓縮 充印寶珠 首飾達人 投詞迴避 解死解放 掐護珠 好 畫質比較16加36比較好寫 我是想說 因為我是多平台阿 可能他這 二次壓縮 我真希望說能夠像我 玩這個一樣很清楚 看來還是沒辦法 慢慢測試好了 看一下各式各樣的情況 高級餐券 剩17張 恩 恩 鬼 可能是我覺得魔術獵人太高了阿 魔術獵人需求要非常高 雖然說能夠像其他優化一樣 這不是營火龍嗎 像那個啟示入一阿就可以了 1080 而且還不至於到太糊掉 我還沒破尾巴 喔好可以阿 飛來飛去這有夠煩 閃龍也破了 金火破了 銀火破 監視滅金龍以前也破過了 接下來還有誰沒破阿 明波這也蠻好破的阿 說真的明波尾巴也超好破 阿 銀火比金火難打 金火畢竟是吃火龍的MOD阿 銀火就直接熊火龍 尤其他那個中毒傷害等等的更麻煩 只不過銀火的 身體耐性好像就沒有金火這麼硬 好可怕 這麼可怕 哇哇哇不行不行 先放開先放開 呃 糟糕 不要生氣阿 為什麼你要生氣啊 OK 我把他抓去撞 蓄力三接再砍 蓄力三接再砍 我這邊可能不太行喔 因為我要算好位置 要等我一下 喂 怎麼回事 也太快了 阿阿阿阿等一下等一下 他轉彎了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換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上面那個針老是在下來 我就會生氣 一千五百多 欸奇怪我耐鼠 我耐鼠不是滿的嗎 好吧 好 我再等他下來 這個有少許敵人 要是有少許敵人 有少許敵人 等於死人 敵人 你被他殺了 要是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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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下來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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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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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可惡他生氣的時候沒辦法一下打下來 地洞 破壞 再來 接下來就靠Coco了 砰 也太慘 276 我非常納悶說為什麼我的Coco每次幾乎都要在邊邊放麻痹陷阱 就在我面前進來 我可以看到Coco的Coco 我可以看到Coco在一起 我可以看到Coco的Coco 只要Coco的Coco 可惡 這次一定破 好 應該全破壞了 我以為他只打一下 看來他血量也差不多了 我陷阱好像還沒放 放了放了 我已經沒有陷阱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可是我有轉身衣裝 我脫離開了你才跟我說可以享用餐點 我看到了我看到你在騎層 欸欸欸等一下結果沒有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你在騎層 你的騎層沒辦法打 他打下來 還在耐力用完了 好扯喔 我騎層下去我是都可以打下來 一直按歪阿 就一直按那個 正 攻擊鍵 然後他耐力 他耐力消耗 要 你那個左下角阿 就小地圖邊框發紅的時候 你要按住那個 RT還RB 就你兩個一起按好了 兩個一起按之後呢 你可以撐住 阿不過也有一些人 他們是直接不撐 用移動式的 阿 騎層還蠻好玩的 因為騎層下去一定倒 美人 麻痹陷阱 唉唷 聰明喔 有本事不要在空中 我發現你帶超多陷阱的 賴皮年獸脫離擊退區域 他已經忍受不了了 他跑掉了 沒有啦 也許人家休息啊 我才剛在看那個賴皮年獸而已 我才剛看賴皮年獸欸 跟你說不要去看別邊 人家離開集會所就離開集會所 麻痺陷阱 我待會會發現說 我想要過去當騎乘之王 我們貓貓這邊還有一個啊 還有一個麻痺陷阱 這營火龍血量比金火龍還高欸 地痛麻痺陷阱 你到底帶了多少啊 無限彈智 又不是某個廢特 這邊還有一個麻痺陷阱 真厲害 又中了 又中了 欸 睡了 爽 我沒有啊 我沒有那個 我也沒有 好 那我那個蓄力好了 哈哈哈哈 連續中 明翅龍陣很危險 我先把那個 引火龍引過來 YAHOO 開挖 我只是挖一下你有必要那麼生氣嗎 一起打 他會不斷 喔 就這樣 喔 它會不斷 送 ID 這裡 然後他要撞的時候啊 移動一下 我移動他的背上 然後左下角有紅色的時候就跳到別邊就好了 安安的搖桿 對喔 你之前是火力裝 先去撿九頭 搞定 最後還是在靠補貨的 不過全部破壞 全部破壞 頭 翅膀跟尾巴 以前的魔物獵人版本啊 最受太大歡迎的全部都營火龍 就連許多大劍也是用營火龍 可是營火龍對大劍來說並不適合啊 最適合的套裝還是 雜混雜裝 混裝是最厲害的 痛極自愈 感覺沒什麼用 OK 這個不會破壞 反而瘋狂放陷阱 最好是用碎龍 我之前那個混雜裝是用碎龍沒錯 不過我現在用名刺龍不是嗎 用碎龍不是不太行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看一下碎龍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那個名刺龍本身就已經 爆破劍就已經是紫色的 加醬 碎龍刀嗎 我看一下 猛爆碎吧 你說應該猛爆碎 這個碎光之極劍爆破 哇 洞好多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洞的 完全把名刺龍壓在下面 我現在才明顯看到 像我冰箭已經是斷海冰牙了 其他的倒沒有 這個啊雷光懲罰者 這個啊雷光懲罰者 之後要不要打那個碎龍看看 冷凍金槍魚 小看他喔他冰屬性最高喔 所有大劍所有武器沒有人比他強 碎龍喔 呼滅的如心可 呃猛爆碎 麻煩喔 好啦 那就今天晚上的實況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下禮拜我再來打那個猛爆碎龍看看 OK啦 好 那我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黃金城的實況 今天挑戰了許多 下禮拜繼續挑戰更多 現在下禮拜預計就是黃黑龍 好謝謝我的奈特大大 雖然對摩點來說720P真的有夠糊的 我覺得其他的會比較有用 其他的會比較需要 禮拜二期試入跟那個光明黑暗就可以試試看 尤其光明黑暗他需求更低 我覺得應該可以 謝謝收看 掰掰 Youtube聊天室正常了 大家可以試試看 本來想改為72044的 我覺得基本上720應該不太行 因為你看我那個魔物獵人阿 雖然twitch有 不動的時候阿 還算清楚 可是你看我剛剛試過 動一動 就直接糊掉 像你看 這樣 瞬間就會糊掉 對對對 拉大之後就會糊掉一些 尤其Youtube啦 好 不過呢明顯看得出大概的話 真希望他 他那個 四月的時候不要去改 會比較好 恩 1080會比較清楚 說的也是阿 但是1080我覺得我轉影片花的時間會更多 OK阿謝謝大大 晚安